中国海警以德服人 美军临阵脱逃 挨斗的只有菲律宾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短点》 最近 为老和菲律宾的南海争端问题 我们主动播放出了海上执法的视频 视频提下和反映的我国海警执法措施 是专业劝责克制的 另外 登临一分钟胜过苦劝几十年 这句话的威力也终于得到了体现 仔细观看这次播放的视频 那真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菲律宾费尽心思改装了不几船 欲途防范我国的水炮 结果呢 我国海警一改之前的制发战术 直接就把船给拖走了 菲律宾武装部队参布总长 布劳纳声称 我国海警派出的斧头队和大头队 威胁到了菲律宾海军人员的生命安排 甚至啊 布劳纳还大张旗鼓的跑到医院 看望受伤的菲律宾特种兵 但是啊 海警对上海军 结果海军呢 还受伤了 看来啊 菲律宾的军人素质实在是浪漫担忧 需要明白的是 菲律宾这次强闯人矮教 其实呢 是序幕已久 目的就是挑衅我国海警的三号链 整个行动 由菲律宾特种兵主导 海岸警卫队 只是起到个噱头的作用 结果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菲律宾的特战队员 连我国海警的封锁都没有突破 反倒是呢 被我国海警没收了 补给船只和武器 同时 菲律宾的非法补给交通工具 也被我国海警给处置了 海外人开过来的硬壳冲启艇 运不停等等 被直接拖走处置 然后呢 再还给菲律宾 目的就是 避免菲律宾再次使用这些船艇呢 做小动作 结果 菲律宾那边了 相当不服气 虽然小马克思当局的余人管控 还算是不错 但菲律宾在获得美西方的声援之后 觉得背后啊 有人撑腰 又开始强行晚吞 其外交部发布声明 声称要中国避免 在南海采取危机船只和船员的行动 其总参部长更是直接喊话中国 要求我们无条件规范武器 并赔偿飞防受损的船只 要我说啊 我国海警这次执法措施 就是太专业 太可耻 这才让菲律宾如此登底的上来 但菲律宾似乎忘记了 在其强闯 人矮掉的时候 老师呢 要和菲律宾共进退的美军航母 却悄悄溜走了 来啊 这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 和美国的底线一样灵活 或是不知道菲律宾能不能够看清楚 看明白这一条 这次事件一过 菲律宾呢 喜提第二个和中国用冷兵器对峙的国家身份 走上了当年印度的老路 当初印度和我国定行冷兵器对峙 在中印边界是个什么下场 菲律宾呢 应该听出 大量物资被调往中印边界 这无疑拖慢了印度的发展速度 菲律宾现在连印度都比不上 就像和中国比消耗 可真是不自量力 这次我国还已经对上菲律宾 已经算是比较克制 比较专业的了 但菲律宾如果不想听中国讲道理 那我们呢 也略懂一些劝交 其实 用冷兵器对付菲律宾 还真是相当合适 不仅能够给菲律宾足够的威慑 还能够控制南海局势 避免升级 在冷兵器对峙的情况下 美非所谓的共同防疫条约 不过呢 就是一支崩溃 但最终啊 拳头 菲律宾是必须招来的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庑友评论交流